Good morning students 三年级的小朋友 好,来 我们呢,来上课了 老师今天呢 要教你使用 这个网路的电子 翻翻书 如果你没有带课本习作 回家的小朋友呢 老师已经在这个英语 学习的网站上 已经让你知道说这个 我们可以使用网路电子书 这个是eStar 书商免费提供的 为了我们这个 防疫期间 非常突然的停课了 那小朋友就手忙脚乱 忘了带课本习作 那他就提供我们这个 免费的资源,那小朋友要好好的 善用它 来,那现在呢,请你点进去 我们这个 三坦国小英语学习网之后呢 三年级的天地 进来之后 你看啊,老师就是放在最前面 有没有 eStar2 我们的eStar第二侧 好,电子书,然后点进去 好,就是长这个样子 跟我们的课本长得一模一样 那它是网路的电子书 它可以像翻书一样 这样子翻 有没有,像翻课本 这样子翻 那你觉得说,老师这个萤幕好小喔 来,我们来一个大萤幕的 点这里,Full Screen 有没有,右下角 好,这样子 好大喔,好,看得很舒服 好,那接下来我们如果 要翻到这个 Uni3 好了,我们来复习Uni3 如果要点到Uni3呢 你这样子一张一张翻可能太慢了 对不对,这个Next 就是往前翻 那这个,没有,这个Previous 是往后翻 那你觉得这样翻太慢了 你可以用一种方法 像这样子 好,这个叫做Thumbnails 就是,来 点进去 Thumbnails在 左下角 你看它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滑动 那你觉得这样滑动还是太慢了 好,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好,叉叉,关掉 好,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在这边打页嘛 就是说第几页 那你说,老师那Uni3在第几页呢 好,我在这里啊 目次 Table of contents 目次这里有写啊 Unit3在43页 好,我们就打43 打字 43 好,按Enter 哦,老师好,那交电脑哦 好 43页,诶 好像没有那么准确哦 好像翻到34页 好,没关系 嗯,那我们就是再往后翻一点啦 因为它已经非常接近了 嗯 Unit3 好,在这里 Unit3 好,有没有 好,你看哦 它这边还可以有声音出来 好,声音出来 好,例如说我们来复习一下单字 好,那你就按这个 或者是这个都可以 好,那你说老师我想要看部分放大 这里有个放大镜有没有 Unit3 你把它按下去它就可以放大 好,那你用你的滑鼠再移动它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单字 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单字 先把这个声音打开 OK, sound on 打开 好,用这个好了 好,那我们来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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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dmother 哎呀,老师的操作也还不是很顺 好,那有些看不到 like Grandmother 在这里嘛 好,那 刚刚没有复习到那个 father 还可以说什么 dad 对不对 这里 father也可以说dad 这是比较口语的 好,我说那个比较日常生活的口语的说法 那mother也可以说mom OK 这个灰色这个 好,然后呢 那grandfather可以说grandpa 好,grandpa OK 好,那 grandmother可以说grandma 好,好 这是单字的部分 那你看哦 哇,小朋友这里还有游戏耶 好,数位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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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 哦,grizzlet 这个 你自己可以试试看 好不好 因为这个数位游戏可能会花很多时间 你自己在家里试试看哦 游戏哦 你可以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 上课觉得 太简单了 那你来挑战一下游戏好了 好,那这边还有万师的导读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啊,外师的导读 好,这个外师导读就是我们之前有跟小朋友看过的 让小朋友看过就是这个 影片 然后他这个在YouTube上面 所以都是公开的 好,那我们先跳过去 这个看过了 好,来 那继续翻 翻书 你看就像是翻书一样啊 一页一页翻 好 所以说小朋友你自己都可以在家做复习 如果你没有带课本 好,不用紧张 好,这边都是 好,单字 而不是单字,句子 来这里 小朋友 标准 She's my mother She's my mother 哦,来 我们复习哦 翻过去,哎呀 所以他这个翻翻书也不是那么 顺,好,在这里来 嗯,小朋友 这个Unit 3的重点 句子的学习重点就是呢 He跟She He是男生的他 She是女生的他 这个怎么记,老师上课有讲过 然后呢 问他是谁 Who's he 回答 问he,那你就是he回答 问男生的他,你就是回答男生的他 He He's my father 他是我的爸爸 好,my就是我的 对不对 那如果是问女生的 She,who's she 那你就回答 She啊,she's my mother OK 好,那我来看,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缩写哦 小朋友这个也要记哦 Who's 是拿两个字的缩写 Who is He's 拿两个字的缩写 He is 那she's 拿两个字的缩写 She is 对吧 好,都记得哦 OK 好,继续 好,这个我们都做过练习咯 那想不想你自己要去复习 好,I can talk 哎呀,老师又按错了 这里 I can talk 就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绘画 好,来,听一次 Page 53 I can talk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哦,这两句很简单嘛 对不对 这个老师呢 在学校上这个三年级的课 每个星期五上三年级的课 早上是上三家 我每周都对你们说 Good morning 有没有 好 你们说Good morning Miss Chen 有没有,还记得吗 好,早安 陈老师 那我每一周都在对三年一般讲 Good afternoon 好,这个下午,对不对 下午上课我们就说 Good afternoon 午安 好 那小朋友就要对我说 Good afternoon Miss Chen 好 所以这两句你们应该都很熟了 好 但是不要只有三甲 你只会Good morning 三你只会Good afternoon 两句都要学哦 好,Furnace 来 复习一下 Now,Let's chant 好,Hop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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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诶小朋友不要忘记按这个 这个右下角这个full screen 这个整个大的荧幕画面 看起来比较舒服 好那这个chance勒 小朋友chance稍微稍微难一点 那其实你如果常常常常练习 跟着念的话呢 你念得越熟练 越顺口的话 你的英语的口语就会越好哦 好那我们来复习一下 chance 这个chance的 这个三个句子的意思呢 跟这个图片有关系 这个老师上课解释过了 D. Listen and Read Bob can hop the pot is hot Bob can hop to the top of the mop Now let's chant Bob can hop The pot is hot Bob can hop to the top to the top of the mop Bob can hop the pot is hot Bob can hop to the top of the mop 哦小朋友如果你觉得不够大 你就可以这样子 对不对 这样一直这样子 好这边有个加 对不对 一直放大放大 好 好 那这个chance呢 你会觉得像绕口令 那他就是 对啊 他就是在训练你的口语要流利 讲英语会越来越流利 好 好 再来 我们回到这个原本的画面 大概就是这样子咯 这样子我们复习到这里 然后小朋友请你赶快去试试看 用这个垫子翻翻书